最近呢韩国也在进行军演 南韩据说 很久没有这么大型的军演了 那到底军演我们就要来看 应该说阅兵 阅兵我们就要来看 那阅了什么样的武器呢 韩国总统隐形月表示 如果北韩动用核武 北韩的政权会被韩美同盟的 压倒性反制行动终结 那么看来这场阅兵 很多武器应该是针对北韩的咯 孙将军你怎么看呢 韩国这次说出动了 6000多名的官兵 340多件的武器 包含了韩国他自制的坦克自走炮 军机无人机等等 那驻韩美军也来参加这场的 这个阅兵300多人 阅兵队伍呢2公里 穿越首尔 然后到达这个光化门 主要我们来看的这两个武器 那还阅兵的亮点 第一就是他们的玄武导弹 称之为怪兽导弹 这是韩国最新研发的玄武武 它可以携带8到9队的弹头 据说可以炸毁金正恩的地下碉堡 地下一百米他可以炸毁 被韩军视为三轴系统当中 最大规模的朝返级和报复系统的核心手段 爆破力跟战术核武相当 当然因为南韩最大的敌人 最不可捉摸的敌人就是金正恩 那金正恩跟当初的海山是一样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 像这个海山就有很多地宫 地下的宫殿 那很深 所以美国不是搞精准炸弹 但是海山的死亡 跟精准炸弹没有关系 为什么 他迷宫很多 你以为金正恩只睡一个房子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情报能抓到 那你这个玄武飞弹才有用处呢 玄武飞弹的确威力很大 一个导弹里面装了有将近 这个他讲了几顿 八顿 那开玩笑 八顿的炸药炸起来那很凶的 尤其他在八顿还是分层爆破的 才能够钻地 那这个飞弹是只能针对金正恩用 或者是针对北韩的核能设施的工厂 或者是试验场或者是隧道 这个飞弹它真正的任务就三个 斩首 破坏你核武试验场 破坏你核能工厂 对 因为这三个一打掉 你北韩最嚣张的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他为什么要搞这个 第二个呢 他其他的 韩国在传统军武里面 虽然走得不错 第一个 他会造自己的战车 而且战车也在世界上 虽然不能上一流也是二流 二流以上 火炮 战药 审论界也会 包含防空的飞弹 虽然比不上萨德 跟萨德也差不多 能够把他的防空伞向高空推进 因为爱国者是短程的 三四千公尺的高度有效 再往上精度就不好了 那他这个新发展的这个 LSAM 对 就是萨姆飞弹系统 他跟萨姆应该有点关系 韩国版的萨德 他那个是缩写叫 Long Range Service to Air Missile 长城 必对空 长城 那问题就是说 它有点像儿子跟老公子的 萨姆飞弹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远距离的高空飞弹 所以它的防空的高度 撑到五六十公里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防空飞弹 都在低空嘛 比较多 高空的比较少 但是呢 这个飞弹还是没有办法拦截 超高音速的 这个劳共的超高音速 跟苏联的 俄罗斯的超高音速飞弹 所以现在北韩又在搞什么 北韩又想跟俄罗斯要 超高音速飞弹 所以我讲了 每个国家的军事战备 你有毛我就盾 你有盾了我就要把毛更厉害 所以你看南韩北韩的竞争呢 你搞这个 你有这个我就拿另外一个来打你 你要这个我就要有超高音速飞弹 那这个问题 韩国当然是对军武科技是蛮讲究的 当时我们IDF被美国停产以后 所有工程师都被拼到韩国去了 所以韩国的传统武器能力并不差 南韩唯一的弱点就是首都太近 离北韩太近 离北韩太近 一开战的话会遭受很严重的损失 而这个损失很难恢复 要北韩是穷贯的 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 穿皮鞋的时候 偶尔一旦被打掉 就没了 韩国就没了 那赛将军讲了 这个已经是超乎军事问题的战略问题 这个根本就是韩国的弱点 对 和这个很严重 因为韩国人口多少 五千万 有多少住在首尔旁边 两千五百万 就是一半 而且这一半的距离没有很大 你不要以为 像北京是那么大 不是 很密集的 对 很密集 那你说尹熙岳吹牛说 如果北韩动用核武 北韩政权会被韩美同盟终结 问题是北韩动用核武 你尹熙岳就被终结了 他不动用核武 北韩只要用传统火炮 就把他干完了 不一定还打得到他 他传统火炮打得到首尔 对啊 我说传统火炮打得到首尔 好像五十公里而已 距离很近 那五十公里 对这个北韩那家很轻松 可是如果他用核弹的话 他动用核武打首尔的话 首尔就马上不见了 你还有什么反制行动 这是首尔的最大的弱点 他不像北韩 人口不到三千万 可集中在平壤的并不多 所以你这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 因为竞争又不住在平壤 他弄错了 可是你隐习院所有的要员 全部在平壤 那这个就是刚才帅上你讲的 说你在战略弱点 你无法克服 你无法克服的话 你只能在做某种程度的 一个政治谈判 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另外一个这个飞弹拦截系统 这是高空拦截 L-SAM 韩国版的萨德 他负责五六十公里 来拦截这个袭击的导弹 未来改进型 据说最大拦截高度 可以提高到100公里 但是问题来了 这是高空的 那低空的呢 还是得靠爱国者飞弹 还有韩产的天宫中城的 这个防弹 防空飞弹来接棒拦截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韩国他们自己 有很多的短板 舰长可以再帮我们补充吗 我当初远航说到韩国 韩国军人的地位 在社会的地位 你是很难想象的 当时我们去羡慕死了 我们是坐的那个巴士 就是你知道 在军中的那个大巴士 沿途所有红绿灯 为他开绿灯 就只是一个巴士 不是一般的军车战车 沿途开绿灯 然后他走在任何时候 前面有一个车 那个司机就像手架 召一召 不管什么车 立刻靠边 停下来 让他过去 我当时对他羡慕极了 然后现在 2023年的这个军事的排名 他排全世界第六 你们知道前五是 美 俄 中 印 英 这五个都是核子国家 换言之 拿掉核武 传统国家全球排名 第一的是南韩 你说这个南韩 这个国家厉不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 我讲到这里 你羡不羡慕他 我告诉你 当初我去的时候好羡慕 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 我觉得他们国家 真的蛮可怜的 为什么 刚刚不是说这个飞弹 叫做炫武 对不对 这个多厉害多厉害 他一颗是八吨九吨嘛 你知道 人类使用的第一颗弹 叫做小男孩 是1.3万吨 那颗小小的 相当于多少这个炫武 1444颗 你这个东西你能下到北韩啊 下不了的 你很多的钱投入 然后军人在这个社会 真的是耀武扬威 因为随时有危险嘛 那人民是不是很可怜 他们很容易发动军事政变 所以我的感觉是 他真的要从一个 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样的武装 你是花钱 台湾是一样的 你武装花钱的结果 你能不能为你得到安全感 是的 可以你就去做 可以吗 现在我们花这么多钱 6000多亿 当初马英九是3000亿 加几乎一倍哦 那个时候你觉得安全 还是现在安全 马英九才2800多亿 哪有3000亿 什么时候你觉得安全 你以为买了一堆东西 你会安全吗 你不会安全的 因为你要看你的对手是谁 以前就好像刚帅上去说 以前我们这个检验是很厉害的 如果我们有的话 那真的是可能像 黄楚光说的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现在已经 你去造的东西 你在远远的追人家的车尾灯 你还不见得造得出来 是的 对啦 说句不客气话 黄楚光跟蔡英文 也不用讲有的没有了 一个九二共识 胜过你500艘检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师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